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現在就開始加熱 現在是35度8 等到55度的時候 我們再把肉放進去 兩年前買的低溫風調機 這一台機器它沒有按鈕 所有設計都要透過手機 當初覺得這個方法蠻不錯的 用一段時間之後發現 如果你直接可以調整 像這種觸控面板 按一按之後它馬上可以工作 其實是來的比較方便 頂不上線的時候 現在又要組 那怎麼辦 還好我們今天不用這台 就是想說 比較一下 比較科技 有藍牙功能 有Wi-Fi功能 優點當然是比較帥 比較炫 但是其實我覺得它並沒有比較容易用 最單純的就是 調一調溫度 然後按開始它就開始工作 這樣是比較方便的 這樣有點傻的爛 牛排拿出來之後 我們先讓它冷靜一下 所以就像鮮魚種圓 你卻來醬個 當時有客氣 那些粉壓力 用飲料 拿來醬給子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